第37主呢叫布莱尔弥斯 布莱尔弥斯了 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英国首相布莱尔 你们知道吧 对不对 那么前首相 现在呢已经不再是英国首相了 所以大家先看看 如果是英国首相丢了 是不是 那对英国王室呢 将来将会带来一个巨大的耻辱 是吧 大家知道英国王室的代表呢 是什么呢叫狮子 你们知道吧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呢有一块叫做 Twist Little Tail 也就是呢 搅动狮子的尾巴 是不是 他表示什么呢 他表示的是向英国王室挑战 给大家看一下 叫Twist 你看英文另一样 对不对 他都是呢 一个叫做狮子 这些名叫吼一声 对不对 Twist Little Tail 记住好 那么叫叫做 转动狮子的尾巴 所以被称之为 像英国王室挑战 因为大家知道 英国王室的狮子 代表了英国王室 看到了 所以说 因为这个 如果你把英国首相布莱尔弥丢了 对英国王室而言 就是个恥辱 就是个污点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下 跟他有关单词 附近的词 那个单词叫做 Blemish 对不对 他表示一叫污点 听懂了 二叫做你 也是他了 叫污点 所以你看发音 像不像 布莱尔弥 是像不像布莱尔呢 所以叫布莱尔弥 是好 布莱尔丢了 是不是 如果布莱尔丢了 对不对 他会怎样 他会在树丛中尖叫 所以那也暂时叫 Blemish 对不对 他表示尖叫 气笛声音 像不像布莱尔弥 在那喊 Blem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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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提出好 所以呢 布莱尔弥 实际叫污点 表示脏 都是这单词 大家知道Blemish 对不对 他表示什么叫 肮脏的 我跟大家讲过了 这条B呢 想像我们的布 对不对 你看Blemish 表示的是脏 好 脏兮兮的 下面叉叉两个分 一个是布 加上一个多 所以呢 叫做 这件事情呢 虽然不算很多事 对不对 但是依然很脏 所以叫肮脏的 第三个单词叫做 Blemish 最近还讲过 洗光植物呢 见不到光就枯萎 所以前面是个布 后面加谁呢 叫光 这是什么呢 布系列 没有光 叫枯萎 所以Blemish 表示的是枯萎了 新闻单词叫做Blemish 讲过没有呢 讲过了 B想像我们的布 后面Las要持续 也是不能持续 就爆炸 所以它表示的是爆炸 你看 只要你这么一猜 我给你一整套理想方案 接到B想像我们的布 很多词都给搞定 对不对 叫做最后一单词要Blem 还记得吗 对不对 给大家讲过一词了 现在B想像我们的布 后面是Lam Lam表示瘸子 对不对 我说过 不是瘸子错 应该怪虾子 对不对 叫责怪 那么大家知道 前两天给大家讲过 这样一个故事 你还记得吗 一个瘸子跟虾子关系特别好 对不对 虾子负责骑车 虾子负责看路 当时呢 虾子说勾勾勾 好 虾子说 阿嘞阿嘞阿嘞 好 它俩就一起掉沟里了 这事呢 不能怪瘸子 对不对 因为瘸子已经报警了 只是因为虾子太唱歌了 是不是 就是我们的布系列 进到B呢 想像我们的布 就非常好背 那么这几单词 大家猜我会有什么方法 把他们讲下来 对不对 因为不难 记住口诀法 所以怎么背 这么背 叫布莱米斯 是污点 Blemish 对不对 第二个呢 虽然不多 但也很脏 所以Blood表示肮脏 第三个呢 叫见不到光 就枯萎 哪个词呢 Bloight 不持续就爆炸 Bloast 对不对 炸坏了腿 别怪我 哪个词呢 Bloom 对不对 别怪我 是不是 好 大家放到几倍 再来一遍 叫做布莱米斯 是污点 哪个词 Bloomish 虽然不多 但也很脏 Bloot 对不对 见不到光 就枯萎 哪个词 叫做Bloight 对不对 不持续就爆炸 哪个词Bloast 炸坏了腿 别怪我 哪个词呢 叫Bloom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最后一遍了 跟我一起来 叫布莱米斯 是污点 哪个词Bloomish 对不对 虽然不多 但也很脏 Bloot 见不到光 就枯萎 哪个词Bloom 不持续就爆炸 Bloom 炸坏了腿 别怪我 那个词Bloom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 布莱尔系列 看到了